運動喔 就是我其實還蠻有潛力 還蠻有潛力 還蠻有潛力的這樣子 我那時候沒有想那麼多耶 我只是覺得我個子很高 就對模特兒 有一點想像空間 就覺得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成為模特兒 所以才去接觸 然後才去舉牌子 但是我一開始 並沒有想到我會當演員 我只是覺得有一個機會 可以在裡面表演 就是去盡量嘗試 然後因為在那過程中 我知道我喜歡搞笑 我喜歡帶給大家歡樂 然後我就是慢慢的 一點一滴設定小小的目標 然後慢慢的去達成 譬如說我想要演戲 我那時候想說可以上個節目通告就好了 然後我也上了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可以演部戲的話 大概有多好 我也演了 然後那時候想說 當女主角的話好像也不錯耶 然後就演了 就慢慢慢慢的就很幸運的都 做到自己想要的工作這樣 有一段時間我都覺得 我怎麼演都不夠好 因為我是一個很要求自己的人 就是 即使別人跟我說好 我都覺得你是在安慰我 然後因為我覺得我還有就是 我自己覺得我有更好的樣子 然後那段時間就很挫折 然後甚至會 覺得自己好像不適合演戲 我的表演老師問我說 你為什麼都要戴面具 然後我當下 這是我第一次被人說我戴面具 我想說我給大家的印象不都是親切 然後很好相處 然後沒有心眼 然後就是 不會有那種戴面具的感覺 很做自己的樣子 怎麼會有人說我有面具 然後就一直想這個問題 你就想好久想好久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說 我們一定要把那個 情緒或者是你的感受真實的 去面對它去處理它 它才會被解決 你才會真正的快樂 然後也因為 因為我 我 都沒有辦法感受自己的感受 你就沒有辦法去體會別人的感受 對 所以我因為演戲 我現在會聽自己的聲音 然後我會 不害怕的去把自己脆弱的那一面 展現出來 腰 我最近就是發現我在跑跑步機 跟我在跑戶外的那個感受不一樣 我在跑跑步機的時候呢 我覺得因為你眼睛就是直視前方 它不會動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會開始 想像前方是一個 一個很完美的身材的我 然後就是在台上表演很帥 然後完全都不會 就是喘的我 然後我就會朝那個夢想 就是一個夢想在前面 然後一直往前衝 一直往前衝 然後當我衝完之後 我就覺得 我離目標更進一步了 對 然後就是 在那個跑步過程中 就是每次都給自己 多一點鼓勵 然後你就會覺得夢想 其實沒有那麼遠 然後如果我在跑戶外的時候 那又不一樣了 跑戶外的時候呢 就是我會覺得 我自己比較專注在 跟自己相處 因為很投入在那個 跑的狀態中 然後就會開始跟自己 對話比較多 然後有時候就是 都會有那種 好累喔 我今天真的很想睡覺 我為什麼現在在跑步 然後跑一跑 我就突然覺得說 欸 那我平常在 就是工作上面 演戲的時候也會覺得 天啊 好累喔 為什麼在這邊 然後為什麼都做不好 然後當我跑完之後 我就發現 欸 其實 我面對這個小的挑戰 我都可以過了 那其他那些事 難吃好像也沒有那麼難 對 然後跑完之後 又看好像看到全新的事情 對 然後又很有成就感這樣子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就在那裡 我們剛剛看過 不就有個想法 就往下看 坐下 我們在這兒 我們趕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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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趕快點